我們在大城市裡生活 每人每日都各有各的忙碌 但在我們當中 仍然會有不同的人 不去計較自己的付出 用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其他人 今集七十歲的主人翁 他的家境雖然不是特別富裕 但因為過去曾經接受過別人的幫助 改變了他的人生 所以他希望在自己有能力的時候 可以透過捐血和捐款回饋社會 而這個人就是麥先生 Steven 我姓麥的 大麥小麥的麥 你們可以叫我英文名Steven 我今年七十歲 我住在興華村柴灣那裡 我年輕時有一份很安定的工作 在一間會所 但因為我有些不好的嗜好 喜歡賭博 沉迷賭博 在人生低谷的時候 我有兩位舊同學 他們鼓勵我 你鎮座一點 可以重新做人 他們幫我找工作 還經常監察我還有沒有賭錢的壞習慣 世界這麼大 很富足的人也很多 但是很困境 水深火熱的人也多的事 無論在哪個角落都是 人家是群體生活的 對吧 你身邊的輪舍 你的同事 你的家人 這些都是你我他 如果能夠大家 你扶持一下我 我扶持一下你 我覺得不錯 Hello Steven 你好 大家好 你好請坐 你叫我K 我叫你Steven 謝謝 是的 我知道其實你一直以來 捐血和捐款 都已經有35年了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沒有一些原因 或者一些力量 一直驅使你 會這樣去堅持做這些善举呢 我自己也是貧窮的年出身 十多歲就在社會工作了 嗯 我看到身邊很多都是 在困境中求全掙扎的 貧富大眾很多 雖然香港是很富庶 但是 水深火熱的人都不少 那麼 自己 心中富有 心中富有就是自己 覺得 知足 自然心中富有 那麼 出一點點綿力 都 舉手之勞 你而已 到了現在 你都70歲了 是 仍然堅持每個月捐款 還要捐款的數字 其實都不小 都超過1000元 對於你來說 會不會有時會感到吃力呢 譬如你剛才說 我還捐到血 其實捐血到現在這個年紀 加上捐款 會不會有時都會感到吃力呢 一點都不會 因為我覺得 有能力做得到 就是自己的福氣 就是 可能今天 我接受這個訪問 都是其中一個而已 或者其他人給我 出的力更大 我覺得是微不足道 千萬不要這樣說 因為我覺得 剛才聽你的分享 帶給我的感動都很大 我相信 就是 你的分享 你一直以來的努力 其實是會感動到更多的人 那麼這一份力量 其實已經是很大了 都是 為群體衝突 我們應該要 繼續支持 香港紅十字會 好像這樣 我小小捐款 或者健康的捐血 幫到人 你幫幫我 我幫幫你 那這個世界才和諧 大家才能活得開心 對 開心就要做人 不開心就要做人 為什麼不開心 我今天和你聊天都很開心 謝謝你 Steven 你的分享很感動 謝謝你 其實我自己很開心 我今天有機會和Steven聊天 因為 他的分享很感動 他今年70歲 他人生超過一半的時間 他一直堅持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幫助人 這件事是很大的感動 雖然他很謙虛 自己做的事很微不足 但我覺得這份力量很大 一點也不微不足 真是一個很了不起的 我不可以叫他老人家 因為他還是很健康 很有精力 我現在衝心地敬佩